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留了一个塞羊的舞姿 塞羊的舞姿 像舞姿们一样的塞羊舞姿 很文气的 写了好多书 写了本印度 坚史 印度的历史 坚变的历史 坚史 印度与印度洋 写了很多书的 博士是一个学者 而且对中国特别感兴趣 对中国文化 中印文化交流的兴趣很大 李达南 外交官 1954年 由中印 中缅 所共同倡导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成为当时国际外交战线上 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 1950年4月1日 中印两国正式建交 5月20日 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加 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 印度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 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 非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任职于外交部 亚洲寺的李达南 在事前就对这位新任的大使进行了了解 在我们南京解放一号 他一直呆在南京没有动 那时候印度包子组里有的人就封死他了 神经怎么不动 就花了一个美幻我看见了 这个美幻上面呢 这个派人家把文胜啊都哄得也是啊 这个气啊 气气啊 这气得生老 在这楼上面 看解放军打了腰鼓 等腰鼓满化 进南京城了 封死也是好 你现在这个妄充这个进步 跟中国共产党好什么的 那很好嘛 对不对 至少他对中国是友好对吧 所以我就这么学了一个 他的建立 他的这个政治态度 从去了 从去了 那正好不为你开会呢 我把这个材料 还没有等清就上去去了 这进去要在这个政理看来看 看来要有小瓜要告诉我 他就总理看来 他说这情况基本清楚了 这个人可以懂一 随着二战后 美苏冷战的持续升温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此时中国政府几乎每天 都通过广播警告美国 如果跨过三八线 中国就会出兵 但由于中美之间 尚未建交 双方并不能明确理解到 各自的意图 10月3日凌晨 就在美国部队 大规模进入朝鲜前 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了 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 这个事儿嘛 实际MU通知他了 领事通知他 是贝业厘米来 已经大概一两地钟的时候 贝业一两地钟 整家靠开一个汽车 到盆尼加的官邸里去 这个官邸里去 他已经睡觉了 把他叫醒 叫醒他 他说是最终的请你到西华厅去 他就是他说到你怎么说的了 对不对 这个 那他就走了 他开玩笑说 他说当时我的夫人啊 带新日子 不是中国人把他递步了 凌晨一点 在当时亚洲司副司长 陈家康的陪同下 印度大使潘尼加 直接来到中南海西华厅 此时的他还在心里揣测着 在这个敏感时期的接见 究竟会发生什么 这个中立要跟这个 潘尼加说了 这个 如果美国军队啊 要够塞巴性的话 我们要管 要管 这个管子啊 很难说了 怎么叫管呢 因为中国人都懂了 我们要管 我们要管就是我们要干预了 我们要 不能守时不理吧 你不能够塞巴性 别人这个话嘛 社会讲的要外交的地嘛 就是我们要管 那么 但是最终的啊 想啊 这个时期他想 他这个管子啊 怎么犯啊 英文怎么犯啊 这个他当时有一个秘书 外日秘书 这个是叫普瑞昌 他叫普瑞昌 现在心里也挺好在了 对吧 他说你老婆 叫做普瑞 这个他 他他普瑞昌嘛 他想你是不是 考虑一下 这个管子你怎么这么犯啊 能夹到车柱几缝 你不要太轻了 轻的话 人家听不懂什么意思 是吧 也不要太重了 太太太太颅了 是吧 战争爆发前夕 外界普遍认为 中国在经历多年战乱后 百费代心 不可能再卷入这场纷争 因此这一个字的准确翻译 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下来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管子啊 它是 take the matter in our own hands 就是把事情倒在我们的手里 于是上这个事情 主动就要在我这儿 你如果够的话 就是我要答应 我要干预 但是不直接讲 就是把这个事情 就是管子 一个管子 它翻译 这么长 就是 take the matter in our hands 那么发觉很清楚了 所以 这个大事马上就把这个情况 报告政府了 你hello 你hello就马上告诉美国了 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个事情 这个 那以后我们打了三年吧 这个朝鲜考美院长三年吧 就是这么出来的 中印建交后不久 中国方面也相继派出第一任 中国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 袁仲贤 1950年朝鲜战争过后 两极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 逐渐明显 对于当时中国的近邻 印度和缅甸两个国家 他们与中国之间 有许多历史遗留下的 悬而未决的问题 因此 如何明确出 一条清晰的外交政策 就成为了新中国外交官们 重要的一刻 1952年10月 外交部召开了第一次 驻外使节会议 那么讨论的时候 袁仲贤是比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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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比较 逗的了 他成为这个印度 他印度 他去了 他说印度是一个 精明的国家 精明的 扳封击国家 由于新任的大使们 对于国家性质的定义上 存在着各自的看法 因此 确定指导思想 和对外政策 就成为了 这次会议中 讨论的重点 会后 当他们将会议记录 送交周恩来总理 审阅的时候 总理做出了明确的指示 看了我们围报以后 就批明了 就是那么这么说呢 对不对 就是 他说你当过去嘛 这个什么叫致命地 致命地嘛 就是要帝国主义 直接通知啊 对吧 这叫做 他现在这个国家人 他是民族主义国家 这是制裁阶阶 这个党权的 他有自己的国会 是吧 自己的政权 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 这个政府机构 也不能认识 他是致命地啦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有点 够好呢 就是 在世界范围上 由于美苏两国 加紧了对各自盟国的控制 如何在适当的时机中 争取到更多的 亚非拉国家的支持 就成为新中国外交中 独立自主的关键之处 在总理的指示下 外交部开始起草出一份新的政策 根据这个总理这个精神吧 当时赵文天 就是朱书大使 还回来了 他是厂务副部长 厂务副部长吧 他就根据这个总理这个精神 就起草了几个文件 就是归于 其中一个文件就是 归于东南亚国家 这个方针政策 国家的我们的方针政策 那东南亚国家 当时包括印度人类 现在我们不叫印度是东南亚国家了 东盟没有把印度放在里面的了 是南亚国家 但是到高开始解放的时候 就比较笼统了 因为国家也不斗 他就把印度 巴基斯坦 海水 他应该是南亚国家 他到日安八分 就是东南亚国家 就非常对这些民族中的国家 我们确实的方针就是 团结的方针 以团结为主 有团结 有斗争 因为他政府是制裁阶级 民族制裁阶级 他有两面性 有对帝国主义有矛盾的 他对社会主义国家 他有拟据的地方 1953年年底 中印两国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两国政府代表 于12月就解决中国西藏地方 同印度的关系问题在北京谈判 12月31日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 以第二任印度驻华大使 赖家文为团长的印度政府代表团 当时作为亚洲司主要负责 南亚事务的李达南 亲历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过程 有代表团亚洲司政策委员会 下一个代位亚洲司前头写了一个报告 报告我知道的 这里没有抵吴家人 这位我们没有这么高水平 怎么抵得出来呢 所以没有抵 我们早就送上去了 12月份我们就送上去 送到中立那里 中立已经没有屁 那么我妈也把他催了 怎么办 那么12月31日 这个中立就这么讲了 就是中国跟印度 这么两个大的国家里面 中国也有些问题的 所以白日 远如违决的问题 这个都可以拿出来谈 在经过了将近四个月的协商后 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 并写入了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 《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 该协定在序言中 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作为一个整体 首次在国际条约上成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 在第四次决定会议上面 因为我都记得会议上面 他张汉夫就抵车来了 就是过于我们这些打扮的冤诈 就是五项冤诈了这个情况 这些是需要确定下来的 那么他就说大师国家依下路后 王大师国家依下路后 他两次眼睛看着他 看着这个莱家王大师 莱家王大师考虑了一下 他说这个尼哈罗总理的意思 还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同意这个 以五项原则作为 这个担判的这个指导方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 sax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明镜与点栏目 听说明镜与点栏目 调查明镜与点栏目 听说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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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打花围 一个一个花围 但是你不知道 我们的花围已经 已经迟不下来 他已經請他到台積林去 有了一下吧 總理也去了 去了一個時候 人家記得給他造一個像 台積林猛前 總理兩隻手 因為印度人不是我手的 一般就是兩隻手 雙手合十 滿名效用在那裡 結果印度報紙到明明 印度報紙 這是印度廣察道的極怪報 叫《新世紀》 《New Age》 《新世紀》它極怪報 它增購一個封名 封碟 它就是關於周恩來總理這張照片 沒有本質 光是一個大大的照片 吉他報紙的本來很多 周恩來總理 先後同印度總理尼赫魯 緬甸總理烏努舉行會談後 三方總理簽署聯合聲明 正式宣布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作為指導兩國關係的原則 1954年10月 他叫康爾塔 他喜歡戴玫瑰花 紅色的玫瑰花 每天都要畫玫瑰花 一場女子 兩千萬五十八 九十五一 解除了 兩千萬五十八 紫五十八 中間 東等 很多 紫五十八 中年 五十八 年 兩千萬五十八 十八 五十八 九十八 二千萬五十八 十八 一千萬五十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亚非会议过后 中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同周边国家之间 有效解决了历史所遗留下来的 边界问题 然而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中 中印两国的合作关系 却在协定到期之日 而停下了脚步 到期了以后 我们希望谈判 我们三次谈判 希望我们重新谈判 成为一个新的协定 但是我们一次次跌 就是提了三次早会 写了三次早会 印度方面就不容易 但是这个 那六二年疫情 没有打起来 但是关系已经不好了 1962年9月 由于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人员调动 在中印关系最为敏感的时期 长期从事南亚事务的李达南 被派往印度 当他刚到达印度的时候 一条消息震惊了他 因为印度事关 这个研究社有一个同志 有为来了 没有人 那就是叫我去了 我去嘛 我是去是9月9号到印度的 第二天报纸一看 我到了那里以后一看 就是大致表地 就是中国清了了 德拉 德拉是印度这个 就是中国的这个地方 叫扎东这个地方 印度人叫德拉 印度中国清了 我到那里 第一天就是 这个报纸一看 是中国清了了 德拉 就是9月8号 这个双方就开好了 1962年10月20日 为维护领土主权 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打响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一个月后 中国军队迅速夺取了 被印侵占的军事据点 12月1日 中国军队撤回至1959年11月7日 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 同时将缴获的印度武器弹药 和军用物资交还印度 并释放全部印军战俘 在这之前 被派往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 李达南 也度过了这一个多月的紧张时刻 从这个10月20号开始 国内就发了一个电报 就是你媒体至少要发一个情况 情况报来 到底你上面没有暴风顶了 你都要好了 但是你至少要一份 所以我媒体都写一个报告 向国内报告 以及到什么时候呢 到2月28号 就是我们整个都撤光了 国内都撤光了以后 那就外交部就来了一个电报 就是你可以不要每天翻了 有多少情况 你谁都翻就可以了 虽然中印边境的战事很快结束 但双方的外交关系 却从此陷入了低谷 1962年 双方多次会晤后 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双方大使相继离任回国 中印两国作为最早提倡 国家间关系 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宣言 也似乎成为了历史 1967年 就在里达南等外交官们 正忙碌于恢复两国关系的关键时期 国内的一场政治运动 让他们无法理解 那是我们当时未来的时候 这个思想上面 不是准备场景就是留下来了 因为他说是我去 办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学习版嘛 学习版嘛 这都三个月吧 是不是 当时我们工作还没有完啊 那里有好多事情都没有办完的 那么就叫做学习 那就我来学习吧 也不知道 下次学习就留下来了 不让你委屈了 那思想上并没有准备的 由于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 1969年原本认为回国学习的 李达南等外交部人员被下放到 山西上高外交部五期干校 接受劳动教育 刚刚起步的新中国外交事业 就这样停下了步伐 而中印之间也在这场运动中 产生了分歧 印度士官就是有两个外交官 他当时还很难说 就是到西教去招乡 他去招乡嘛 这西教到这有种是这个地方了 他是不是有意的 那还不知道 反正他招下了 招下了一个伪兵 他还是走的事下嘛 就把他扣住了 把他抹手了 那他马上不得不得 就书面的整个人 我把他出乎了什么什么的 结果把这两个外交官 就学不为不受欢迎的人嘛 那他就委屈了 由于中国方面的行为 中印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 1970年 中国领导人开始有意调整 中国尴尬的 外交处境 当时正好是毛主席啊 在天文上啊 这个跟印度台湾 叫 叫 我跟他很说的 这个台湾 他说了 哎呀 那当时因为我们文化 他肯定比较靠得烂啊 中印关系 他印度人希望两个关系啊 能改善一下 所以说了 他是 我们不能老是吵下去啊 中印来这要友好的啊 请想想你们的总统 总理这个文豪什么的 这么一家一号嘛 印度反应很大 他一家毛 毛的微笑 毛主席笑 也不容易的 一笑的话 一直两个关系要更好 熟悉中印关系的李达南 此刻从干校被调派回来 协助双方展开和谈 1976年 中印两国关系逐步改善 中印开始互派大使 1988年 印度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时隔34年之后 印度总理首次访华 双方一致认为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恢复改善和发展 中印牧林友好关系 是双方的共同愿望 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们坚决地相信 社会制度不同 比一切国家都可以 和平共处 一切国际争端都可以 经过和平协商的方法 求得解决 不过一向重视 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 和人民和平和中 尤其重视像印度 印度利西亚 编离这样的主要的东南亚国家 在和平事业上的努力 我们认为 互相尊重印度主权 互不侵犯 互不干扫内政 平等互利 和和平共处的 互相原则 应当成为指导各国之间 关系的基本原则 互相尊重印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